很多演员在宣传新戏的时候都会身着华府光鲜亮丽的登场 很养眼对不对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为您介绍这部电视剧的演员们 那个造型出奇啊 非同一般 电视剧《我在北京挺好的》 假设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 一对亲姐妹在北京的奋斗历程 可看看在主演一个个默契的戴帽镜简神发布会 难道他们是要敌敌爽酷吗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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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先说明一下 不好意思 我第一次在媒体和朋友们领导面前戴眼镜 因为前两分开戏 我们演员有几个演员和工作人员 对那个紫外线意外灼烧 不能见光了 然后见光以后会流泪 我是灼烧那天晚上是泪流满面 疼得睡不着觉 脖子不能整 枕头后面全是黑的 脖子都是黑的 就非常非常痛苦 那时候真是像 哎呀死的心都有了 我们这个症状叫眼角磨破损 医生说如果待的时间再长 就容易就直接就失明了 原来在拍摄一场医院中的戏份时 隐医时疏忽没有关掉紫外线灯 令众位主演都被灼伤 不得不戴墨镜出席发布会 再仔细看王建华 小手指也被爆炸了起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在这个戏里伤害这个就是救她 她是我的妹妹 然后呢她自杀 然后呢那个我去破窗而入 然后去救她 在演这场戏的时候 我这个手的关节就错位了 错位了现在骨头都已经歪的事 就是现在可能还得两个月吧 所以这个戏呢也是对我们来说多呆作难 为拍戏手演都不幸受伤 于是王建华才有了这一身打扮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已经让外界疑惑很久 那就是她略显八幅的身材 难道也是胃系而特意增肥 特别简单就是我生病了 我生病了 对 就是小的时候减肥不当 然后那个身体能力分泌失调 整个的消化循环系统严重的破损的 所以呢 就是在两年前就已经假装健低下 拍小拍进程的时候是我最重的时候 现在在服药然后已经吵了很多 我相信以我的意义 终于天我会回到 会当女人的那个样子 哎呀看来演员朋友们真是不容易 而且让我们深刻体会到 魔鬼身材有风险 拼命减肥需谨慎啊 我试试图 谢谢大家